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就了解了进制的定义 以及二进制和十进制相互转换的方法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来学习 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 那么什么是有符号数 什么是无符号数呢 在前面我们讨论这个例子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使用正数作为例子的 所有的例子都是大于你的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了 那么复数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样去表示复数呢 量想一下我们生活实际 对于十进制里面呢 我们使用加号来表示正数 使用减号来表示复数 那么在计算机里面就不一样了 计算机它并不认识加号 也不认识减号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去表示复数呢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 还是以一个例子开始 那么这个例子呢 也是我们前面学习所使用的例子 237这个数 那么对于正数和复数 其实也是两个相反的状态 量想一下 那么在计算机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0和1来表示 这类种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0来表示正数 使用1来表示复数 以刚才的237做一个例子 那么正237呢 就等于01101101 除了前面的这个0以外 剩下的八位数 就是237的二进制的表示 同样的 那么我们表达 负237的时候 这样子表达 我们在原来的二进制的 这个表示方法前面 加一个1来表示 它是负数 负的237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把正数和负数都表达出来了 但是呢 这样子又会有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判断 它是数字位还是符号位呢 那么在这里 为了判断 它是数字位还是符号位 在这里面呢 就约定的 把这个符号位 放到数字位的最前面 比如说在这里面 正237 这个符号位0呢 就放到所有数字位的最前面 这个负的237也一样 那么接下来 我们以一个两个字节 16位的数字 来做一个例子 来看看符号位是怎么摆放的 比如说在这里面 正的237 那么如果使用两个字节 16位的表达方式的话 首先我们把这个数字位 都填充进来 1110 1101 接着把剩余的位都填充为0 填充为0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数据是正数 还是负数 那么在这里面呢 是正数 接着我们把这个 数字位的最前面 也就是最左边的这个位 把它置为0 那么这个0呢 就是符号位 同样的 这个负的237来说呢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数字位 1110 1101 放到这前面 放到这里 接着把剩余的位都填充为0 填充为0之后呢 我们对这个数字进行一个判断 这里面是一个负数 如果是负数的话 它的符号位就是1 接着我们再把最左边的这个符号位置为1 那么就可以表达这个负的237了 那么其实呢 这样子的表达方法 就是我们将要学习的 圆满表示法 那么这个方法就是把这个符号位 0和1 放到数字位的最前面 并且使用0来表示正数 使用1来表示负数 接下来我们也对这个圆满表示法 进行一个简单的定义 圆满表示法 首先呢 它使用0表示正数 使用1来表示负数 其次呢 规定这个符号位 位于数值的第一位 也就是最左边 那么这个圆满表示法呢 表达简单明了 是我们人类最容易理解的表达方法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也学习了 重复相处法 重复相成法 以及按全展开法 那么在这里面 无论是哪一个方法 它其实操作的都是 二进制的圆满表示法 虽然说这个圆满表示法 表达简单明了 是我们人类最容易理解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对于计算机来说 它却是有一定的毛病的 首先呢 第一点 这个0 它有两种表示方法 正0和负0 那么按照圆满的这个表达方法呢 正0等于00 而这个负0等于10 那么不管是正0呢 还是负0 它其实都是0 那么在这里面 有两个表示方法 其实是有奇异的 除此以外 圆满表示法 它进行运算非常复杂 特别是两个操作数 符号不同的时候 首先呢 我们进行操作的时候 要判断两个操作数的 绝对值的大小 接着我们需要使用 绝对值大的数 减去绝对值小的数 最后呢 我们对于符号值 要以这个绝对值大的为准 可见在这里面 使用原码表示法来进行运算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迫切的 需要另外一种表达方法 来简化这样子的操作 首先第一点 我们希望找到不同符号操作数 更加简单的运算方法 第二点呢 我们希望找到使用帧数 来代替复数的方法 第三点呢 我们希望使用加法操作 来代替减法操作 从而消除减法操作 在上一页PPT呢 我们也看到了 减法操作非常的复杂 所以说在这里面呢 我们希望使用加法操作 来代替减法的操作 那么怎么样的方法 可以满足这三个要求呢 我们下一节课来学习